名人搜身 賈靜雯35萬薄金包 未傳旅舊傷痕累累 我之前有一個小的薄金包 這算是我第一個 正常尺寸的薄金包 為什麼我會想要去 把它購入到我的這個家裡面 最主要 我有女兒 覺得等到她長大 她也是可以拿 因為她是一個經典的包 可是眼睛的記者大大發現 不好意思喔 這個我才被我朋友笑 就是我這邊已經 我比較粗魯 所以我這邊其實都已經有刮痕 你確定傳到女兒手上還能用嗎 賈靜雯也很豪邁 將薄金包塞滿滿 我正好從昨天從內地回來 所以我的包包裡面非常的重 剛剛有人說 你裡面是黑黃金嗎 我想也差不多 非常非常大的紅棗枸杞跟西洋森 就是我一個禮拜幾乎都是 只要太疲累我都是靠她 我有一個很醜的盒子 但是呢 它裡面也是我所有的食物 因為我的胃不是太好 所以我必須要 就隨時準備食物 有很養顏的黑芝麻糖 然後還有我媽媽的愛心就是 小蜂蜜 為什麼有蜂蜜的東西 因為我的上廁所的功能 還沒有那麼的順遂 所以蜂蜜對我來講很重要 就是它有潤腸的效果 我想我的皮夾外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 就是我親愛的女兒 非常可愛 最近在迷那個編手環 所以它編不同顏色的 然後它就因為這個顏色 跟我的包包的配搭是最好的 所以它希望我可以賺錢 然後把這個橡皮全都撐得咕咕的 粉紅色皮夾是他弟弟的老婆 朱欣宜送的禮物 另一項則是弟弟的愛心 他知道我很糊塗 我掉了墨鏡 大概有掉十個左右了 他特別上網幫我找的 所以這部墨鏡 我很謝謝他 就是大家 會 會 會 但是我覺得是方便的 是不是有一個巨星的光環 真的有耶 但感覺少了蘋果光耶 沒關係 賈靜雯有小花寶 就是一個LED的化妝讀書 跟照明的燈 它是隨時插入你任何的行動電源都可以 所以在我坐飛機無聊的時候 他看書對我來講 非常非常好 在內地買的 台灣好像蠻難買的 所以我就買了 我買了 嗯 將近100個回來送給大家 蘋果的新聞 嗯 它一定有分到一個 報道 隨便當席者 全民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蘋果 請抵用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 最終於指定的實戰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